旅不一个大将都没杀过 凭什么敢称三国猛将 东汉末年到三国之间的这段历史 可谓是一段猛人辈出的历史 无论是刘备名下的五虎上将 亦或是曹操旗下的五子两将 再或是东吴十二虎臣 河北四庭主等等 都是各诸侯打造的名将系列 在这其中独结大军的点位 单其冲斩炎梁的关羽 时于其入镇破大军的文样 在正式之中的单人武力表现最为夸张 领导国八百破十万的张疗 与百七叶接应的甘尼 也算是敢于孤身入敌阵的汉江了 然而 这些名将在后世的演艺文学里 却被加工成为了不同的形象 个人战绩留给后世的印象各不相同 有人默默无闻 有人被大输特输 由于司马家当权时期的戏码 并非是三国演艺里的重头戏 所以文秧之流的事迹 往往会显得极不起眼 成了武圣的关羽道士十分幸运 非但斩炎梁之事 被后人记得深刻 演艺里还多出了朱文丑 千里走单级的戏码 有趣的是 最终三国第一名将的鬼官 却落到了吕布的身上 然而其实正是之中的吕布 却并没有阵前斩名将的记录 比起以上的那些猛人来说 正是戏份实在不够看的 在前线冲锋记录上 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小弟宪镇影高顺 此外 历史家陈寿赠送的 好为非将的四字平语 比起官二爷的威震滑响 也是逊死多了 更过分的是 死在曹操手中的吕布 并没有活到三分天下之后 他应该算是东汉末年女 而并不活跃于三国时代 在正是戏份不足的情况下 演艺也没有给吕布 加上斩杀名将的戏份 顶多是让他斩杀了方月 慕顺这样挂名名将 然而 如此的吕布却从未 很少在武力之方面 遭到后人的质疑 斩将记录平平 却在三国武将排名榜上 稳坐第一 后人长言一轮二照三点微 这个吕布的这个一种 是遥遥领先的 这可真算是一桩怪事 从不斩杀阵前名将 吕布也能成为第一名将 这种实力不服不行 吕布可以当名将第一 最理不开的 还是演艺文学的描写 虽说罗冠中 给吕布安排的斩杀战绩 有些不够突出 但却给吕布刷码了存在感 让他来扮演了 刘官张主角团 刚出新手村遇到的 第一个大boss 三英战吕布的戏码 可谓是最为突出不过了 毕竟三国演艺整本书里 关章两人一起出手 下场看一个人的事情 也仅仅出现过这一字 后文书里 还有一个吕布蒲阳敌 六槽江的戏份 也给吕布刷了很大的存在感 这便使得吕布的形象 非常突出了 毕竟在演艺里 吕布没斩杀名将 而是验证武将 算不算名将的点验机 比银行里的验钞机还淋漓 至少没有人觉得 对于吕布来说 对付围攻算什么困难 相反采取围攻的武将 才算是遇到了困难 关卡里的暴力 当然 吕布之所以能被演艺这么塑造 其实也是因为 他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 一来吕布算是诸侯 法董时期的董卓方将领 按赖精通骑兵战术的吕布 也确实与许多诸侯大佬都掰过手腕 存在感本就很强 有了这些记录 加之演艺的台声 吕布自然也就做完第一名将的宝座了 吕布的真实武力值 到底什么水平 其实 真正历史上 武将是很少面对面单挑的 毕竟战争不同于打拳架 还能细分出单挑与拳殴殴的差别来 武将的真正职责是指挥斩政 就算身先士卒 也会抢先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 而非去找敌方的哪个名将 比拼单挑实力 因此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 即使是猛人多多 真实的单挑战力也很少 关于乱阵之中突刺炎凉 便算是唯一一个单挑斩名将案例 至于其他人在演艺中的斩名将案例对应正式 则都是通过军队交战而实现的战役 吕布虽然也同样没有单挑杀名将 但他却参与过 为数不多的一次正式单挑 并且还稳稳地打赢了 那便是他与郭四的一场阵前单挑战 当然 郭四最后也仅仅是被吕布打落马下 并没有因此丧命 当然这也不得不令他在士族的保护下匆忙逃命 才没有被吕布追伤 可见正式里的吕布个人武力职 也算是低流的人物 被封为三国第一名将 也不能算是是名不副师 此外在正式中留下非将称号的吕布 也很有可能是一名以善骑士而为人称道的武将 因为这个名号本身往往是 给予善于骑射者的称呼